清静在源头,简约好生活 小道遥控器、手电筒、脑钟、大道笔记电脑、电动汽机车 这些都必须依靠电池维持运作 根据环保书统计,2018年台湾总共回收超过4000吨的废电池 废电池里的铅、镍、锐等重金属成分都是可以再利用的资源 但如果没有妥善处理,反而会对环境造成毒害 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正确又妥善地回收废电池呢? 您可以将废电池送到连锁便利商店、超市、量饭店或是通信器材行回收 也可以交给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 行动电源、行动装置使用的离电池也是属于规定的应回收项目 回收时千万不可拆解、破坏 才能避免回收过程中产生危险